在去年日本全國一台優候議員 協議會長 明古屋市議員藤田和秀 來拜訪家裡市 畜生修處的交流 今年再次進行交流活動 最好家中家路的事先一群人 在家中在當前 日前歡迎日本來的好合法 市府民政處長林家維表示 家裡市政府和家裡國中、家裡路中合作 前選受日以庫定的20名學生 擔任一日合法 讓大家相逢的高校生 有經濟一波的交流 人文第一、科技相左、精緻創新、國際視野 一直以來都是我們家裡市的教育綱領 那我們也希望我們的孩子們 能夠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能夠有更多國際交流的機會 那這也是我們的家裡市 黃明慧市長 一直希望我們孩子 能夠走出我們自己的路 謝謝家中、家裡 我們一起合作 那也希望我們有 未來有更多這樣子的機會 能夠跟我們日本 跟我們民谷屋市 讓我們家裡市的孩子 跟他們有更多的合作的一個機會 嘉義努中代理學長連佩穎 感謝市府安排 竟表示 應改比學生 翁雲青東俄 在9年就有參與交流活動 今年經委120多人當中 突然離出 辭職學金 一種出發到日本 就讀國立大學 讓他們非常開心 也期待 家裡今年的應屆畢業生 也是2024年 日台交流協會 派遣到日本的學部留學生 去年參加了高校生交流的活動 讓我們認識了很多 民國屋的高中生 然後也跟他們進行交流 增進自己的日文 以及自己的國際觀 還會在今年也獲得了 前往日本留學的機會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能夠作為嘉義高中的學生代表 我們學校去年也有另外兩個學生 一起到日本留學 而我是藉由台灣日本交流協會的 留學管道進行留學 最近剛好回來台灣 因此能有這個交流的機會 藉由與日本學校交流 我認為可以打開 我們台灣學生的視野 很高興能擁有這次機會 去做交流 由白禮九年 完全由市府主導 今年經由嘉義高中屬性 設計在一起的交流活動 由嘉義高中陳申睿 江上睿 和賴群漢 頂三位在九年 富逐留學的高三學生 丹陣祖長 剩下學地學院共同接待 設計的包含 台灣和嘉義相識 台北台會 邱琳 郭高武 紅仔票頂頂頂頂頂頂頂 以及台灣四十六七家 頂頂頂活動 大家在香港學生生產 非常高興 現場優勝 走讓聲不斷 現場優勝 現場優勝 封閉路橋方式進行 實施時段 將於晚間九點 至隔日上午六點 封閉北新路橋 北新路橋夜間封閉期間 請依照指揮人員引導 配合公區交通維持設施 及交通標誌排面指引 提早改道 改由文化路地下道 或嘉雄路橋通行 此外請特別留意哦 北新路橋跨越橋 施工限高3.8公尺 請高度3.8公尺以上的 大型車輛配合 依公區交通維持設施 及交通標誌排面指引 改由文化路 或博愛路橋通行 後續跨越三座 博愛路橋 垂洋大橋 以及嘉雄路橋 之施工方式 也將採取相同模式 敬請市民朋友配合 造成不變之處 敬請見諒